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跟大家一一地跟进 这个时候我们先来重温Daniel的故事 我的名字叫Daniel Chang 今年二十岁 我没有中文名 因为我一出事 没有人替我起过中文名 这里是我的家 美门缠着广海重新 大家一定很好奇 我为什么一直做这路易 生出来不是这样 它是这样脏脏脏脏脏啊 二十年轻,我的妈妈为了把我带到世界上 我来了 可是它却能尝试的 这些照片都是我出去玩的时候拍下来的 他们都是一些大学生和教会的朋友 和他们在一起 我常常忘了自己身上的缺陷 唯一不同的就是 他们都有一个幸福的家 我已经没有能力再养它 你要的话你就拿去 要不然的话你把它丢掉吧 你现在还恨它吗 没有了 没有恨它 什么时候开始不恨爸爸 四多岁 上了中学的时候 为什么突然间想通了 我不恨爸爸了 因为已经小了 我怎么都不恨 和之前的天使片一样 今天还是会邀请一位特别嘉宾 跟我一起搭档主持 她曾经是新加坡演艺圈的风云人物 获奖无数 而且还主持过很多 很受欢迎的电视节目 美食厨师男 星光灿烂 血蝴蝶等等这些本土电视剧里头 除了靓丽的男女主角之外 你在剧中会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 你可能会说 她很面善 但我说不出名字 让我们来告诉你 她是马来西亚资深演员张水发 80年代末90年代 张水发曾经到邻国新加坡 发展演艺事业 成为一线演员 事后转战两岸三地 拍电视剧并且主持节目 那是她演艺事业的巅峰期 不过为了照顾年迈的母亲 张水发放弃海外的机会 回到马来西亚发展 2009年 张水发打败139位竞争者 成为NTV7华语时事节目 悬案的主持人 长期如素的水发 平常乐善好施 她甚至号召圈中朋友 加入行善行业 一起关怀社会 生命如同一出戏 全是真正的爱心 责任和感恩 大家好 我是张水发 薇薇 是 终于看到你的真人了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那个 不要灵 Daniel 对吗 是 我是水发 身份不过你好 你好 谢谢你 让我有机会认识你 不客气 对 Daniel有没有看过水发 在电视上 我看过你也是演到很聪明的 也是演到很能力的那个 没有帮你教坏 谢谢 那其实 戏里面的角色都是虚拟的 好啦 是嗎 但如果說跟現實中的每一分每一秒 每一天做比較的話 你才是真正的生命鬥士 謝謝 我真喜歡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稱號對吧 呃 稱號 對 確實你是勇敢的是勇敢的生命鬥士 話說回來 水芳你演過這麼多戲 看過這麼多劇本 像Daniel這樣的一個經歷 你有演過還是你有看過這樣的劇本嗎 呃 在新加坡那幾年和中國那幾年 嗯 演過不少這樣的角色 嗯 還是那句話 角色歸角色 就是 真正的我 嗯哼 我的過程比他還糟糕 哦 是 你有沒有生氣過你父親 呃 我以前小的時候 然後就大了的話就沒了 嗯 對 因為大了 我懂我 我已經 直到我長大我一定懂事了 嗯 所以今天的Daniel呢 是選擇寬恕曾經把他給拋棄的父親 對吧 很好 嗯 嗯 因為我聽到Daniel這個小朋友呢 臉上總是掛著笑容的令我非常的羨慕 因為那種感覺是無憂無慮的 對啊 我第一次接觸他的時候呢 也有這種感覺 可是我知道的時候他內心深處 其實是很難過的 肯定 嗯 他一出事情沒有一個完整的家 然後五歲開始 他就要承受很大的內心折磨 這就是為什麼他上來尋找天使的原因 他很少 他要找回一個 他惦記了十五年的親人 這個人是他 他曾經非常的冤恨 但是卻又是他生命裡唯一的親人 沒錯 那上一集的尋找片呢 我們就提到了關於Daniel爸爸的故事 所以爸 其實當時呢 我們只有他爸爸的一個名字而已 叫做 Chang Yin Wong 沒有照片 沒有地址 也沒有任何其他的線索 Daniel說呢 他爸爸是一個商人 就這樣而已 以前是商人 我未必說現在還是商人嘛 也對 而且在馬來西亞 你同名同姓的人那麼多 海底撈针嘛 是啊 確實是這樣 可是呢Daniel那麼堅持嘛 所以我還是覺得 我們尋找天使應該把這個機會讓給他 當然啊 那我們不曉得說 他父親是不是還健在 當然我們祝福他父親還健壯啊 嗯 那我也不曉得說當時15年前 那麼他家庭是有什麼樣的口中 是嗎 但畢竟把一個15 就把一個5歲的小孩子就這樣丟掉 然後就不管了 但是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嘛 無論如何 先找到爸爸再說 那找到了爸爸呢 嗯 其實我們還有另外一個線索 那就是Daniel的身份證號嘛 所以我們就朝著這個目標前進 那你們怎麼樣去展開這個尋找的工作 想要知道嗎 來繼續留守尋找天使 那千萬別走開了啊 看看薇薇如何去尋找天使 這一天 尋找天使的涉事隊伍 帶著Daniel專程到布城的國民登記局走一趟 看看是否能夠從資料庫中 找到Daniel的爸爸Chen Yin Wong 尋找天使事先已經把Daniel的個人資料 加給公關部處理 今天就是結果出爐的日子 首先 我們拜訪了國民登記局的總監 熱心的他一坐下來就和Daniel閒話加長 觀眾朋友可別誤會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隨意在國民登記局 尋查別人的資料 他必須是搜尋對象的親屬才行哦 我們會感到不憎怒 跟Daniel的方向來做 照顧爸爸的方向來做 所以我們會幫忙 原來是Daniel的孝心打動了官員們的心 大多阿威也希望說 Daniel和爸爸能夠一家團聚 道謝了總監先生 我們來到部門的領取處等待搜尋結果 可別小看這張紙哦 立頭記錄了Daniel親生父親的基本資料 看到Daniel臉上的笑容 彷彿是在告訴我們 爸爸的身影就在不遠處了 恭喜你啊 找爸爸找了十五年 終於有突破性的進展 謝謝 那我以為有沒有什麼新的進展 是 其實我們就找到地址了 剛剛畫面也看到 就是說雖然只是一個地址 但是至少他的養父養母 當年沒有跟他辦一個領養證 要不然的話 他是本身沒有辦法去到 那個國民登記局 去找生父的資料的 幸會 但是那地址是十五年前的 十五年前 那十五年後的今天 希望你爸爸還住在那邊哦 怎麼樣 直覺上也沒有什麼信心 信心 我希望能夠找到我爸爸 信心不是說一百巴仙肯定嗎 總之是往好的方面去想 好不好 那最新的進展是怎麼樣 好 我在這裡也不賣關子了 因為Daniel也等了十五年了對不對 我就宣布啦 跟著那個地址 我們真的是找到了你的爸爸 找到了 真的 他還是住在那邊 真的找到耶 可是接下來的畫面 你要做好心理準備 好 在這個吉隆坡市區的一個 露天小石蕩口 尋找天使找到了Daniel的爸爸 也就是陳茵旺本人 我來這件事來得很突然 我跟那個時候 我自己都不知道怎麼看 這位身材瘦小的男子 就是陳茵旺 基於一些私人理由 鄭爸爸並不希望自己的樣子破光 因此他選擇了不露面的方式 接受了尋找天使的訪問 我來愛良那麼擔心他 還想起來 不知道怎麼錢 但是又不敢練下去 既然想念Daniel 但是又為了什麼 15年來不敢去見親孫兒子一面呢 問題是我是希望 我自己不會給一個懷孕進去 無論我怎麼衰也好 我不會在你面前衰 就是因為鄭爸爸很慚愧 他譴責自己不會是一個好父親 因為 我自己出現我自己的問題 我自己曾經都是吸毒者 15年前他清楚知道自己 沒有辦法擺脫毒癮的糾纏 所以他毅然做出了這個痛心的決定 那我以為我自己幹不了 我以為我脫了大水 那沒有 我以為我熟悉起來 我幫他講給母親 我自己是 暫停 我沒有什麼人都沒有 我以為他精神 他會讀書也好 什麼也好 當年他把Denia交託給了姐姐照顧 也就是今天Denia的養母 我沒有說我是對 我覺得是錯 我以為我應該這麼做 其實都是擺著眼前 他會比較適合 如果不餓你比較 像我們那樣的人 廣告你不要聽 什麼都不能做 你不要來自負責 這個正常的收入有沒有 看著長大成人的Denia照片 鄭爸爸無言以對 我現在本來希望他討厭我 我反而希望他討厭我 因為我是一個吸毒者 我也很怕他會走我一條路 因為我兒子曾經幫我講過一句話 我說爸爸你戒掉了 不要笑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至今他還是沒有辦法 達成孩子的請求 如果我聽到什麼 你知道我現在這樣的情形 我現在這樣的環境 我也不想像到會怎麼想法 說著說著 鄭爸爸再也忍不住 留下了男兒淚 我怕如果我去那裡見他 我跟他的關係會變 我真的很害怕 留一個懷孕給他 事到如今 鄭爸爸還是覺得很慘 無法面對Denia這個孩子 不過經過尋找天使的勸說底下 鄭爸爸終於改變了初衷 我希望你給我考慮 我希望你給我時間考慮 給我有心目的準備 我先去見你 最好先給我電話 訪問結束了 尋找天使望著鄭爸爸離去的背影 第一次感到無比的惆悵 Denia兩父子能不能重逢 就由Denia自己做決定了 Denia尼尋找天使 終於是幫你找到爸爸了 至於你要不要去見他 還是你要不要原諒他 由你自己決定 你長大了 你知道怎麼樣做才是對的 好不好 明白嗎 終於知道真相了 好好去感受一下 剛才你爸爸說的地方 他的顧慮 他的疑慮 有他的道理啊 懂不懂 自己決定吧 自己要決定 我也知道說 Daniel上來尋找天使之後 每一天入睡之前 他都會想念爸爸 是嗎 是 我每天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一定會想到他 嗯 想什麼 你想到去想什麼 我 我想他會來找我 和我在一起陪我吃飯 嗯 那你現在還記得爸爸的樣子嗎 我只知道他長得很帥 那我手頭上呢 就有一張爸爸的金照 還有爸爸的聯絡電話 我交給你 看一下 來 爸爸 跟以前一樣嗎 一樣帥嗎 一樣 一樣 這是爸爸的聯絡號碼 好嗎 就交給你 你要不要聯絡他 要不要見他的話 你自己做決定 好不好 我交給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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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集這個緣分 懂不懂 嗯 過去就過去 你覺得Daniel會不會叫他父親 這個我不方便猜測說真的 這是他們之間的事情 還是那一句 留給Daniel自己決定 他父親雖然說還有很多的顧慮 但我總覺得 Daniel是他父親的一個榜樣 嗯 他的親生孩子 都能夠這麼勇敢地來面對生活 那我覺得他父親應該更加勇敢地 出來面對他的孩子 我也是這麼認為的 嗯 這次又成功了 無量功德 薇薇 是 我們在這邊呢 還是要特別感謝國民登記局 還有呢就是內政部副部長 那都李之良先生的幫忙 歡迎回到尋找天使的天使篇 那這一期呢 上來尋找天使的朋友是Daniel Chang 透過尋找天使 他終於找到爸爸的下落了 OK 感覺OK啊 跟爸爸好好地 勇敢地 把這條路走下去 互相勉勵 好嗎 好 謝謝 嗯 那Daniel還有什麼話 想要對關心你的朋友說 沒有 我很感謝 也很感動 我的朋友能夠幫我找回我爸爸 謝謝你們的幫忙和關心和關懷 你自己也要加油 好不好 好 那 你身邊所有關完你的朋友 還有尋找天使 一起送了一張新的輪椅給你 寫不寫 很輕的喔 還有Brick的 謝謝 謝謝 好 那在這裡呢 當然也要謝謝水發 秋空上到來當我的嘉賓主持 謝謝你 謝謝你啊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Daniel 恭喜 我們都是人嘛 人都是有感情的動物 如果你是養過小動物 小朋友 那事講 你的小狗狗不見了 你會有什麼樣的感受 你會有什麼樣的感受 Daniel從五歲開始 就沒有機會他見到父母 15年了 還能夠這麼勇敢的生活下去 還能夠帶著笑容 面對生活 就為了希望能夠見到他爸爸裡面 不管他父親有什麼樣的苦衷 什麼樣的難處都好 生命很短暫的 一口氣不來 我們就走了 珍惜這個機緣吧 Daniel失去了跟爸爸相處的機會 長達15年 15年後的今天 他終於等到了機會跟爸爸相聚 究竟這段父子情 能不能夠突破障礙 得以延續 尋找天使希望 那會是一個好結果 好結局 是的 如果你對我們的節目有任何意見 還是想法的話 歡迎你透過螢幕上著名的方式 跟我們的製作組取得聯繫 終究會聚散 別把自己收藏 不害怕是嗎 尋找天使 從新開始 下一星期投陽時間 繼續跟你一起尋找天使 叫作詞明,唱歌曲 Renegade 唯一 那裡 我們在西方 在西方一開始 答案 請你 你不問我 尋找天使 英詞 你願意 你不允許 你不允許 就不会遗憾 让自己每一份饮料中 竭尽心中放下 让梦想发光